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最狠的一个应该是跟了我200米 就挺可怕了 如果你想拒绝日本人的搭闪 就跟他讲英文 oh sorry I don't know 日本語 保证直接劝退 听到这里你们是不是觉得啊 我的天呐 原来电影里面都是真的 不管真的假的吧 可见这种现象在日本是真的很常见 根据日本中国大学的调查 在日本有过被搭闪经历的女生 比例大概有81.7% 相当之高有没有 日本男生跟你搭闪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 约吗 另外还有叫你当兔的戏啊 这些人基本都是广撒王 问了几十个总有一个答应的吧 遇到这种人 我对于留学生的建议就是 你赶快走开 别怕有危险和麻烦什么的 不过日本人其实在这方面 还是会比较开放一点的 运气好的话呢 只要你点头 我点头 就是那个意思了 不过大部分女生被搭闪 他们是觉得比较反感的 不安 怖い 寂寞 六七点之后只要你去新宿啊 或者色谷这种比较繁华的地方 一个人占他一个小时 就肯定有人跟你搭闪 如果没有的话 也不要气馁 肯定不是你颜值的问题 只能说明你的穿衣打扮啊 不太符合日本人的审美 在日本容易被搭闪的女生 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质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起来好下手 没什么攻击性 第二点呢就是独自一人 且看起来比较闲 如果是两个单独的女性的话 被搭闪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好 讲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就去新宿 验证一下 刚刚我稍微打扮了一下 然后我妆人也搞得比较清淡 应该是还蛮日式的 现在是晚上七点左右 如果我今天这么用力 都没有人来跟我搭闪 相信他们一定是因为我太过美丽 而望而生畏吧 走吧 我今天提醒大家一下 刚刚那个走资是万万没有人 过来跟你搭闪的 人家不怕你打他就不错了 同时反过来说 房廊第一步就是学会我的走资哦 好 我们已经到新宿了 据说这一条街呢 是搭闪最多的地方 一个人我怕不太安全嘛 因为我就叫了我的小姐妹佩佩 来跟我一起 就是拉他下水 好啊 另外我还请到了壮汉 负责在远处给我拍摄 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作战计划 待会我会在那个地方站 只会叫壮汉去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拍摄 就是这里 待会这样拍上来应该会很清楚 每个人来 就是因为我前面站了一个警察叔叔 我放那个警察叔叔 但是我们路过的人都被打散了 天哪今天这个视频 你们看到这里收获简直是零 那边看起来 我会在这边的地方拍摄 所以我会在这边的地方拍摄 我会在这边的地方拍摄 我跟你們說 走了這一整圈下來 不是叫我去當吐了戲的 就是問我要不要去瀏覽店的 這兩個一個想消費我 一個想叫我去消費 看中的都是老子的錢 一點尊嚴都沒有 真的 視頻看到現在我已經死心了 我現在就想去瀏覽店玩 我遇見誰會有怎樣的對愛 冷靜點你醒一醒 我眼睛睁著 以後我再也不想來這個傷心之地了 有沒有被打算這件事情 完全不能決定你的魅力 你不要拍我了 不用安慰我 我遇見誰會有怎樣的對愛 我遇見誰會有怎樣的對愛 我說喜歡 他說但是沒有跟他一起放過 就要待會去放煙火 在那些草地上放出來特別漂亮 土味情況日本人也很溜欸 唉 這真是一塊風水寶地呀 剛才說這是女生心之地來著 人是會變的嗎 在日本搭訕的主要目的其實就是為了願 能夠真正談戀愛的其實真的很少 像國內好像也慢慢有女生會去搭訕了 有很多女生其實就想得很單純啊 就覺得哇對方是我的理想性 好想跟他進行一場甜甜的戀愛 我覺得不管是他身體的需要還是心理的需要 去追求這些東西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談性色別 尤其是女生 像我自己也經常會開開玩笑啊 挑看一下什麼的 可能有的人太適應 他說一個女孩子你怎麼這樣 但我就覺得為什麼男生可以說 女生就不能說呢 我覺得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她願意坦誠地面對自己 願意去追求她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就非常令我尊重 但是千萬千萬注意安全 做一個女孩子真的好難喔 這個不能講 那個不能講 那你們讓我講那一句好不好 轉發評論點讚讚讚讚 覺得特別關注一下 我們去看看 還有一上一天 我是不召喚的 但我走下 住在地中 第三天 你可以呼吸 僅僅 或認真 開碎